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书法宝 问 我和老公在外地打工,租房子住,佛经只能放在卧室里,这样会不会不静? 把经书和其他书散放在一起,是不是不静? 答 可以 晚上睡觉不方便的时候,用黄布遮住佛菩萨就好 经书应该放在高处,干净整洁的地方 问 我的一位同事,家庭关系很紧张,三十岁的人搞得像四十多岁的样子 我很同情他,想给他一本地藏经放在他包里,避避邪气 这样做如法吗? 答 地藏经要读诵 修行改变命运 放在包里,没有用 问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寝室里床位和书桌是一套 我把经书放书架上,如法吗? 如果不如法,那放抽屉里行吗? 寝室里没有又高又干净的地方呀 答 可以 尽量放在高处就好 问 我的经书被人撕毁,我找胶带粘合起来,但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该如何处理? 答 如果还可以用,就继续用 如果不能用了,可以包好,埋掉 佛像请奉 问 我刚开始学佛,送地藏经 在家供地藏菩萨,会不会招来无形众生,导致家庭不合? 答 不会 地藏菩萨有大微神力 我们每天读诵地藏经,可以超度我们的冤亲债主,历代宗卿,离苦得乐,往生净土,逐渐消除业障,使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 问 我不知道如何请佛像,要准备什么,有哪些程序,注意什么 请佛像时,是以看着心生欢喜为有缘吗? 一般要请几尊? 答 真诚心就好 看着心生欢喜为有缘,先请一尊就好 关键是按照佛的教会,按照五界十善要求,努力修行 问 听说供佛像,要请出家师父开光,否则可能有魔附在佛像上 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对吗? 答 不必开光 自己按照佛的教会做是关键,就会感召佛菩萨的加持 明了因果,遵守五界十善,认真修行,是关键 问 我家请来开光的地藏菩萨像,放在水里浴佛后,发现铜像底部是空的,浸水了,弄湿了粘在下面的菩萨皱纹式的纸 我该怎么办? 有影响吗? 这样的话,开光的地藏菩萨还灵吗? 答 没有关系,继续供就好 灵不灵,不再开光,在自己是否按照佛菩萨的教会,真正修行,真正做到五界十善 问 我请了一幅地藏王菩萨的画像,应该放到哪里? 怎样供奉,需要每天上香供果吗? 答 在家中,客厅,书房,阳台等地,洁净的桌子上供起来,可以上香,供水,水果等 问 有一位居士说,我家的佛像上有附体,该如何处理? 答 心中光明,哪里有其他? 关键是,自己遵守佛的教会,遵守因果五界十善,就会感召佛菩萨加持 不遵守五界十善,常常犯戒,自然感召邪魔外道 关键在于自己,在于自己的心 佛像摆放 问 我因为比较贱,所以家中佛像较多,但渐渐地感觉这样不如法,而且心里烦乱,难以架控自心,请问家中的佛像该如何安置才如法? 答 可以供佛像 心中不安和佛像无关,和自己的心有关,和身口意是否符合五界十善,是否遵循因果规律有关,是否学习佛法,是否如法修行,是否忏悔业障有关? 佛法修行,是向内修,是找自己的毛病缺点,改正自己的思维言行的,不是找客观理由,不是看他人毛病缺点 问 因为家里没有佛堂,我妈把观世音菩萨像供在我的卧室里,这样可以吗? 答 可以 如果家里有客厅或书房等,供在那里最好 如果没有,供在卧室也可以 晚上睡觉时,用不遮住就好 问 我家供了一尊佛,帮我请的人说这尊佛是最大的一尊佛 八年来,我一直当作阿弥陀佛 可我母亲打完气后,来到我家,说我供的是如来佛 请问,西游记中的如来佛祖和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同一尊佛吗? 如果不是同一尊佛,我该怎么办? 一般说的如来佛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祖 这不要紧,供哪位佛祖都很好,不必分别 关键是自己平时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依教奉行 问 我在唤喜间的镜子上挂了一张观世音菩萨像,就是小照片的那种 请问,这样是否对菩萨不敬? 答 是的,这是不敬 最好将佛菩萨像供在客厅、书房 问 菩萨可以贴在门上吗? 答 最好供在家里,最好、最合适的位置,比如书房、客厅、阳台等地 问 前几天,有人送我一些地藏王菩萨像 小卡片似的 他说可以放在包里或者枕头下面 放枕头下面对睡眠会好 真是这样吗? 答 最好放在家里高处供养起来为好 这样恭敬 问 我有个开过光的观音菩萨玉坠 不想待在身上 放到哪里好呢? 答 如果有佛堂,放在佛堂就好 没有佛堂,放在书柜的高处就好 损坏处理 问 我家佛像的佛手断了 我该怎么处理? 佛像是辞的 答 可以送到寺院处理 也可以,也可以埋到干净的土地里 问 清洗地藏菩萨像时 不小心将地藏菩萨握金锡的那个手指 给掰断了 怎样才能将断指弄好? 答 可以用胶粘好 问 请问 念佛记坏了 该怎么办? 答 埋掉就好 佛堂布置 问 家里是不是一定要设佛堂? 设佛堂应该住一些什么? 答 条件容许 可以设佛堂 条件不具备 可以不设 真诚心 最重要 佛堂要整洁干净 对佛菩萨要恭敬 问 我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 我住一室 和租者住一室 我住的一室外面有个阳台 由于客厅是共用的 不方便供佛像 我想 在我的卧室 或阳台 供佛像做功课 请问 哪里更如法? 答 阳台是独立的空间 最合适 问 我想在家里建个佛堂 应该怎么弄? 如果以后万一有特殊情况 做不了佛堂了 嗯 可以拆掉吗? 答 请一张西方三圣画像 和一张地藏菩萨画像 张贴在墙上就好 西方三圣在上面 地藏菩萨在下面就好 到时收起就好 问 我家佛堂 我家佛堂共有观音菩萨和旁边的两个侍者 还有阿弥陀佛像 还有民间的护法神 不知这样供奉 如法吗? 答 佛在中间 菩萨在佛的两边 其他护法在菩萨旁边就好 问 十年前 我家请了佛家和仙家供奉 我现在已经归一 知道二者不能同时供在一起 请问如何处理最得当? 答 将仙家作为护法 各自单独共起就好 问 父母的遗像 是否可以和地藏王菩萨像 及观音菩萨像 摆放在一起供奉 答 父母的遗像 可以放在侧面 一起学佛 上香礼 问 女人来月经时 可以烧香念经吗? 很多人都说不可以 说若是烧香 会对自己不好 答 可以 请看看 燕光大师的有关开示 问 我家供的是西方三圣 每次上香时 怎样恭请呢? 答 真诚心 念阿弥陀佛就好 问 送金钱和拜颤钱 需要上香吗? 上香时 上几只香合适? 答 有条件可以上香 没条件可以不上香 都可以 都可以 一般三只就好 问 我们这里有不少人都上四只香 说第四只是护法香 上四只香可以吗? 答 可以 一只 三只 都可以 问 我由于各种原因 白天不能上香拜佛 只有晚上空闲时才能念经拜佛 请问上香时间有限制吗? 是不是太晚了就不能上了? 答 没有限制 佛钱 佛钱贡品 问 为什么佛像钱要供奉香花水果等? 佛菩萨应该不需要这些呀 家中佛堂需要供奉什么物品呢? 有的居士说得很繁琐 还说如果不如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是这样吗? 答 是的 佛并不需要这些 这些供奉 其实呢 是表达我们的心意 表达我们对佛的敬仰 真诚心供奉就好 没有太多规矩 供清水 香 花 果等等 都可以 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 问 如何去庙里拜佛 在佛前 在佛前供什么花比较适合? 答 自己喜欢的花供佛就好 在佛前 恭敬心 拜佛三拜 问 问 供养佛菩萨水果有没有时间限制啊? 有时候我下班回家买点新鲜水果 就迫不及待的把旧的水果换下来供上刚买的新鲜水果 不知这样是否如法 打 买回来就可以供 没有时间限制 真诚心就好 佛菩萨会欢喜的 问 佛前供的水果几天换一次为好 需要每天都换吗? 打 能够保持新鲜就好 问 关于供水 有人说晚上要倒掉 不知是晚上倒掉 还是等第二天换水时再倒掉 装水的供水杯盖是否需要盖上? 打 第二天换水时倒掉就可以 应该打开 问 我每天早上在佛前上香供水 以前供的是自来水 因为听别的师兄说热水里有微生物尸体 所以我不知应该供热水还是供凉水 打 可以供热水或矿泉水 问 地藏经理说到香花供养 请问花一定要香的吗? 还是绿色植物都可以? 打 绿色植物也可以 只要是我们自己喜欢的 都可以供养佛 自示归供养 问 念佛诵经的人要先去寺院归依三宝 然后诵经的效果才好吗? 没做过归依的人能通过念佛诵经往生吗? 打 可以往生 真诚心最重要 问 我自己在家修行 常有人劝我到寺庙里受三归依 请问 不受三归依 只遵照六部曲修行 可不可以呢? 打 遵照佛菩萨的教会做到了 那是真归依 行事上归依 不去按照佛的教会去做到 那不是真归依 问 我家当地没有寺庙 请问在哪里可以归依 需要什么准备 带哪些东西? 打 自示归依 一 摘戒沐浴 被香花四果 于佛塑像或画像前 上香后合掌站立 二 忏悔 弟子某某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吃 从身与异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念完顶礼 念完顶礼 每念一次顶礼一次 共念三次顶礼三次 此为三念三礼 三 归一 归一 一面念一面念一面顶礼 归一佛 归一佛 归一顶礼 归一顶礼 归一佛两族尊 归一法礼遇尊 归一顶礼遇尊 归一僧众中尊 三念三礼 归一佛敬 归一法敬 归一僧敬 三念三礼 五 归一三 弟子某某归一佛境 自今而后 绝不归一外道天魔 归一法境 自今而后 绝不归一外道邪说 归一僧境 自今而后 绝不归一外道图众 三念三礼 六 发四红愿 弟子某某 众生无边 誓愿度 烦恼无尽 誓愿断 法门无量 誓愿学 佛道无上 誓愿成 三念三礼 七 回向过世 愿弟子某某 即无事 节来 愿亲债主 历代宗亲 愿生西方 净土中 九品莲花 为父母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不退菩萨 为伴侣 一顶礼 八 回向现实 愿弟子某某 即冤亲债主 历代宗亲 愿消三丈 诸烦恼 愿得智慧 增福报 土愿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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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消除 世事长行 菩萨道 一顶礼 九 归一 拿摩归一 十方尽虚空见 一切诸佛 一顶礼 拿摩归一 十方尽虚空见 一切诸法 一顶礼 拿摩归一 十方尽虚空见 一切诸僧 一顶礼 拿摩归一 十方三世 一切佛 诸尊菩萨 摩赫萨 摩赫般若 波罗蜜 三念 三礼 三归一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从今而后 入为佛子已 注意丙礼的动作 要优雅 不疾不徐的进行 在反掌时 要想象 佛族皆在掌中 此后 就可以修佛法 无障碍了 自归一后 以后遇着有缘的师父 还可以再归一 问 自识归一中提到 三念三礼 是念一次礼一次 还是连着念三次 然后连着行礼三次 答 分别 分别念一次 礼一次 问 明天是十五 也是摘日 我想明天自试归一 我想请问 摘见沐浴 是否需要过五不时 自试归一后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答 吃素就好 不必过五不时 以后要按照佛的教诲 真正修行 遵守五界十善 问 没在出家师父面前 做过三归一的人 他诵经拜颤的功德 是否比归一过的人小呢 答 不小 关键在真诚心 悟命归一 问 一 放生时为了尽快释放悟命 念三归一时 不能保证每个动物都能听见 这样 是否也为他们每一个 都种下了解脱的种子呢 二 在菜市场 为动物默念三归一念佛 他们没听见呢 这样也能受益吗 三 饭桌上 喂鱼肉 默念佛和三归一 有效吗 答 一 是的 二 心心相通 可以知道 三 可以 问 看到路上 有死去的小动物或昆虫 我会尽可能帮他们挪开 并念三归一和佛号 但不知怎样念才比较如法 我自己还没有归一 不知道能不能帮他们念 答 可以 帮他们念三归一 念阿弥陀佛就好 发愿 发愿变更 问 如果发了愿不能完成 可以取消这个愿吗 答 向佛菩萨说明情况就好 答 答 词 词 答 词 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